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丰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时隔一年 继香港与马来西亚五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心系北美佛友 分成普普赶赴加拿大与美国五大城市与众生结缘 将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沾伐喜共目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敬献的鲜花 大魔观世音菩萨慈悲 鲜除心中大烦恼 依照佛法来指导 今生德文菩提音 樊君洪台长 满脑忧愁求观音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十方三圣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 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 美丽的纽约繁华的都市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这里有833万人民在辛勤劳动着 让这一座97个民族能够聚集的国际化大都市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就是昨天晚上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一个垃圾桶可能被别人放了一个自制的炸弹 导致26个人受轻伤 金查明虽然不是恐怖袭击 但是是人为恶意的行为 所以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美国最常见的心理病问题 及各种心理疾病 像恐惧症 忧郁症等 每年大约是患病的人 有1亿760万人 大家想一想 1亿760万人 仅仅忧郁症 每年死于自杀的全世界人数是100万人 所以现在人的心灵健康是最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在历史上的名人 美国总统林肯 英国首相丘吉尔 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 英国王妃大安娜 诺贝尔得主海明威 大作家三毛 还有电影明星张国荣 远林玉 从古到今 无法解决的心理疾病 忧郁症一直在伤害着我们 用佛法的教育 看破放下 知音懂果 人生真谛是苦空无常 想一想 我们一辈子辛苦 任何时候我们得到的都会失去 视为空 拥有的失去 失去的又拥有 这就叫无常 我们曾经拥有了我们的爷爷 奶奶 如今都失去了 我们曾经拥有了美好的童年 现在也失去了 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人生无常永远带不走 所以我们不能再为人间的一点小事情 一句话去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人经常去拥有别人的错误和缺点 不断的在伤害自己 等于把别人的精神垃圾去藏在自己的心中 并不断的伤害和刺激自己 很多人为了别人一句话 一辈子记住 一辈子放不下 所以往往别人伤害你一次 你回到家 想想生气 想想难过 会伤害自己一百次 你就等于把别人的病毒 藏在你心中的电脑当中 时间长了 你一定电脑会司机的 在纽约 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小女孩 坐上了出租汽车 这时候司机是一个黑人 小女孩问妈妈 看得很奇怪 妈妈妈妈 这位叔叔为什么脸是黑的 妈妈说 孩子啊 因为上帝 为了让这个世界 缤纷多彩 才创造出我们不同的人啊 车到家了 这个司机 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并说 我小时候也同样 问过我母亲这个问题 我母亲告诉我说 孩子啊 我们生出来就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一生抬不起头来 如果我母亲能够像您一样 这么教育孩子 可能我今天就不会这么颓背 所以学博人 所以学博人不要把别人的话 这些伤害自己的话放在心中 要懂得我们做人不是别人使我们烦恼 而是我们自己让自己烦恼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烦恼 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们烦恼 别人的言行并不能烦恼自己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同样一个瓶子 为什么你不装一些好的东西 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装烦恼 而不去装快乐呢 有一个人他感到非常的苦恼 于是他就背上行囊去找佛陀 要为他灭苦难 佛陀听完他的诉说之后 说到真正能够解脱你的 只能是你自己 那个人不解的问 可是佛陀 我心中充满着苦恼和困惑 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佛陀慈悲地解释道 孩子啊 是谁给你心里放尽了苦恼和困惑呢 这个人沉思了良久 他没有讲话 佛陀继续开始说 是谁放进去的 就请您把它拿出来 看着佛陀慈祥的笑脸 这个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其实我们心中的苦恼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执着呀 因为我们想不通 我们难过 我们伤心 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这句话和执着于这件事情 这样就很难解脱自己的心灵 如果我们想通 想明白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不执着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得到解脱 所以想通那就是解脱 能够想明白那才叫开悟啊 2016年年初 一对小夫妻吵架 两个人越吵越凶 丈夫是29岁的男子 当时气不过 一怒之下 他说 我现在就出门 马上就撞车 结果妻子跟他说 你去呀 你去撞啊 他真的走出了门 去撞车了 等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留下一个妻子 孩子只有三岁 还有一个从小把他带大的姐姐 学博人要学会 忍辱忍耐啊 夫妻能在一起 那是前世的缘分 珍惜对方 你才不会失去对方啊 现在的人不能忍一时之气 这是当前社会乱象的根源 很多人 很多人因为男人一时之气 结果原本小小的口舌之争 最后演变为刀枪相间 甚至青少年 血气方刚 他们往往由气必报 结果不但招来杀生之祸 连整个家庭社会更因此弥漫着暴力之气 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不能忍下这一口气 其实忍一口气并不是吃亏 忍一口气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就是精神的宽慰所在啊 在唐朝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寒山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石德 这个两人有一天寒山问石德 因为寒山他非常尊敬石德 石德是一个高僧大德 他说寒山问他 世人会我欺我 辱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骗我 我应该怎么办 他的意思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污辱我 欺负我 亲慢我 就是看不起我 还有就是给你眼睛看 看不起你 还有饿你 还有骗你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石德回答说 哈哈 那只有忍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过几年 你且看他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一个星期之后 我还会生气吗 如果还有去想想 一个月之后 我还会生气吗 再想一想 一年之后 这还算什么事呢 所以 忍他是一种智慧 忍耐 那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化解 是一种慈悲 在忍耐的世界里 应该没有称恨 没有嫉妒 只有和平和包容啊 所以 很多能忍的人 他在家里能成功 他在社会上 事业也能成功 想一想 哪一个事业成功的人 没有忍耐啊 所以要想通人生啊 其实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一辈子 就是一张纸啊 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 毕业一张纸 奋斗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 折腾一辈子 做官一张纸 争斗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 虚名一辈子 看病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到此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看穿这些纸 明白一辈子 忘了这些纸 快乐一辈子 学佛人 想通 就是缘分 明白果报 能够看得穿 放得下的人 这个人 就是人间的快乐佛 我们人 如果你叫他忍耐 对一般人来说 忍寒 忍热 都比较容易 热一点 我忍耐一下 冷一点 我忍耐一下 忍饥 忍渴 也不算难 就是嘴巴干了 或者想吃点东西 都无所谓 忍苦忍老 还能勉强过得去 你叫他忍一口气 那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有一位 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他身上在美国 他全部的钱加起来 还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西服 但他全心全意 坚持着他心中的梦想 他想做演员 他想拍电影 他想当明星 当时美国好莱坞 有五百家电影公司 他根据自己排列的计划名单 带着自己写的剧本 一家家去拜访 结果五百家电影公司 没有一家 一家愿意聘用他 面对无情的拒绝和冷嘲乐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他没有灰心 他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 他继续了第二轮的拜访推荐 还是失败 第三轮的拜访又失败 这个年轻人咬着牙进行第四轮的拜访 当拜访到第三百五十家电影公司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老板破天荒的让他留下剧本 好 让我们看一看 这个年轻人欣喜若狂 几天之后他获得通知 前去详谈 就在这次商谈当中 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 电影的男主角不久就问世 这部电影叫《洛奇》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 就是现在红遍全球的巨星史太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间 在这个社会当中 要具备很多失败和忍辱的心理素质 连你自己都怕受挫折和失忆 你就焕发不出心灵上的勃勃生机 谁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很累 但是要记住只有接受失败才能重新 找到希望的希望的起点 佛法中就是要我们顺其自然来承受 征途上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这四个八个字就是不要拿到了人间的一切物质的东西 马上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很快就会失去 也不要经常认为自己没这个能力去做 我做不到 我办不到 而伤自己 物以己悲啊 所以平平实实的 宠世为人 这才叫随缘啊 在台湾 在台湾有一位夫人 真的事情 她早年上欧 她已在台湾教书赚钱 抚养她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 她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 送他到美国来留学 儿子毕业之后 留在美国上班 赚钱 买房子 娶了一个妻子 生了一个孩子 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这个老夫人一直一个人在台湾 她打算退休之后呢 到美国跟儿媳和儿子呢 一家团圆 享受天伦之乐 就在她自己要退休前的三个月 她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儿子 将这个愿望告诉儿子 她自己一想到养儿防老 想到亲戚朋友羡慕的眼光 喜从心来 于是她一面把台湾的一些产业和事物都处理掉 在她退休的前夕 她收到了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回信 打开信一看 里面加着一张三万美元的支票 她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她的儿子从来不给她寄钱 她赶紧把信打开 信上写道 妈妈 我们经过讨论的结果 还是决定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 如果你认为你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以市价计算 约为两万多元美金 现在我再加一点 记上一张三万美金支票给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写信来啰嗦了 母亲 母亲读完这封信之后 老泪纵横 只觉得一身守寡 从此会老年凄凉 她痛不欲生啊 但她学佛了 她学佛之后 她想通了 她拿着这个三万美金 兑换成台币 做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 旅行中 她看到大地之美 于是 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儿子 信上写道 儿子 你要我别再写信给你 那么这封信就当作是以前给你信的补充文字 我收到了支票 也用你这张支票 做了一次世界的旅行 在旅行中 我突然的觉得 我应该感谢你 因为要感谢你 让我懂得看破放下 让我看到 人间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那都是无根的扶贫 一切都在变化 如果我今天 看不破 还这么执着 还这么痛苦的话 可能一年半载 我就会去世 或者我会想不通自杀 地府 岂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 儿子的绝情 你让我看破了人间的原具原散 一切都是无常 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 我已没有孩子了 心无挂碍 所以我才能无所住而生其心啊 世界上 儿孙自有儿孙福 靠儿孙一切空啊 想一想 我们的祖宗 我们有几个人还能记得的 我们的爷爷奶奶过几年 连他们的出生年月日 我们也记不住啊 要记住 靠自己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希望我们学博的人 现在开始就多一点孝心 多一点孝顺 以后你们的孩子 也会孝顺你们 这就叫因果 这就叫报应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 都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挫折和磨难 有的人面对了困难和烦恼 就会悲观失望 无法让自己解脱 他转换不了他自己的角色 学博人却是勇敢的 舍弃自我的观念 不断修正自我 脱胎换骨 最后我们要轻松自如的 超越的人间烦恼 那条痛苦的河流 台长教大家 学会人生 三个不要去跟别人斗 第一 不要与君子斗明 就是不跟人家君子人去斗明 不与小人斗力 不与天地斗巧 也就是不要钻空子 要懂得人生三福最重要 第一 记住了 没钱没名 没什么都可以 第一 平安是福 健康是福 吃亏就是福啊 学会人生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三件事情 我们人不能去撑的 硬撑会撑出事情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花钱 你不能撑 花不起就不要去花 撑到后来会倾家荡产的 还有不能撑的是喝酒 把你的肝会撑坏的 不硬撑 还有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了 不要硬撑 要去看病 还有不懂的人 什么事情都不明白 不懂 也不能去硬撑 这是人生三件不能撑的事情 台长在告诉大家 人生还有三件不能等的事情 第一 不能等的事情 那是尽孝 第二是行善 第三是爱护自己的身体要锻炼 人生有三句话 可以去除你的烦恼 第一句话叫算了 第二句话叫不要紧的 第三句话说 一定这个事情会过去的 最后要长继人生有三为 那就是何为贵 善为本 成为先 和尚上山砍财归来 你们知道很多的和尚师父很慈悲的 他们的慈悲心已经在心中完全种植下去了 有一天有一个和尚砍财回来 大家知道砍一旦财也不容易啊 要把边上的都削完 把细小的全部一旦旦拍了整整齐齐的 在下山的路上呢 看见一个少年去抓那个很大的一只蝴蝶 而且捂在手中 这个和尚看到了之后 就对青少年说 啊 这个青年人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啊 这个少年就问他了 怎么赌啊 和尚说 我说你手中的蝴蝶是死的还是活的 如果我说错了 那么我那担子的财就归你了 那个少年人一听 那好啊 你现在说 啊 我这个蝴蝶是死的还是活的 那个和尚就说 是死的 那个小青年 哈哈把手一松 活的 呸呸呸呸呸 这时候和尚说 好 这担子财就归你了 说完 和尚放下财就走了 少年 赢得了一担财 高高兴兴的挑回家 把详情告诉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位 参禅悟到的居士 他非常明白 听了儿子说完 伸手就给儿子一个巴掌 当然现在不能打孩子 过去的时候打一下没关系 打了就打了 那个时候呢 他说你这个孩子啊 你真是赢了吗 你自己输了你都不知道怎么输的 父亲让少年担起了财 到寺院给和尚送过去 但是这个青少年还不知道他怎么输的 这个时候少年的父亲看到和尚说 师父啊 我家的和孩子得罪了你了 请师父多多原谅 财我给你送回来了 这个少年还是迷惑不解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少年的父亲对儿子说 师父说蝴蝶死了 因为你才会放了蝴蝶 赢的一段财 可是施不赢的 却是你的慈悲心啊 所以和尚把财收下 说我民意陀佛 你就用这段财 把你的慈悲换回去吧 慈悲是一种真实的能量 它能融化人的内心的冰雪 想一想 我们在家里 有时候能够看看老公很可怜 看看太太嫁给我 这么多年了 吃了这么多苦 有什么不能慈悲他的呢 这个时候拥有慈悲心的人 才不会让任何物质所替代 也就是说 你拥有慈悲心的人 你不会恨别人 你不会去嫉妒别人 你才会圆容和宽容别人 这样你才会在社会上 得到更多的和谐呀 台长跟大家呢 经常在广播里 每星期都在讲 当场回答大家问题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看出他身体非常不好 很虚弱 浑身酸痛 颈椎不好 腰不好 关节不好 膀胱不好 并说呢 台长说身上他有灵性 每天晚上都摸他的身体 台长呢 结果就看出 这是他过世的公公 因为他和公公 以前关系非同一般 这个听众呢 开始还予以否认 台长说 公公曾多次给他钱 并且婆婆因为他的事情 经常和公公吵架 在台长的提醒下 这个听众后来完全承认了 公公在他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 都给过他很多钱 所以呢 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 谢谢大家 喂 是卢台长吗 是是 我是1959年 我告诉你 你的身体非常不好 很虚弱 对 你几乎浑身都酸痛 对对 你的颈椎不好 腰不好 对 关节不好 你要注意你的膀胱也不好 对 我好像身上有灵性盯住我 对 好像跟着我是一个男的 每天晚上会来慕我身体 最近我很虚弱 我想问你一句话 好 你不要介意啊 第一 你的婆婆还在不在 婆婆死掉了 公公呢 公公也死掉了 好了 明白了吗 谁来摸你 你自己知道了 我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你过去跟她的关系 非同一般 公公我好像不太跟她好 你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啊 提醒我一下 提醒你一下 她给了你多少支钱呢 自己告诉我 怎么多少支钱 她给你钱干什么 贴你钱 结婚了 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生孩子的时候给过吗 哦 给了 好了 我的生活费 还要给我吃 还要我讲啊 都是她 你老实一点啊 我扶了扶了 婆婆为了 你的事情 整天跟你阿公吵架 你这个还不懂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什么都要我讲出来的 你不能老实一点的 你好好念经啊 我再念 谢谢啊 陆太太 谢谢 她怕我再讲下去 待会台长就可以给大家看图团 现代人 有时候我们不懈 不惜牺牲一切 哎呀 拼命地要这个要那个 殊不知从自己心上去解脱 因为任何利益都会消失的 到头来 我们成为一切利益的奴隶 这就是有些人贷款 买房子 你就买一个小一点的 很快还完不就好了吗 一定要买一个海边的大房子 一辈子你就必须打工 才会成为房奴 等到要走的时候 才知道 哎呀 我为了钱才上命 人真正可怜的贫穷 不是你拥有的少 而是你要求的太多了 很多人一辈子只想竖取 不想付出 要记住 你要想吸进空气 就必须要吐出污气 想要获得更多的东西 就必须先要付出代价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不怕没有知识 也不怕怀疑困难和忏悔自己的过错 人唯一应该害怕的事 就是以不知为之 不能太相信自己 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 我们就会慢慢的失去自己的信誉 人不能太偏爱自己 不然会对别人造成不公平 我们要用平等的心 留给孩子的最佳的遗产 那就是光明无暇的品格 和慈悲的心灵啊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 有人打进电话来 他们经常问台长 请台长帮我看看 我的爷爷 我的爸爸 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地讲 你爸爸脾气非常不好 你爸爸人非常不好 他也只能承认 是的 其实父母亲多给孩子留点德 少给孩子留点钱 因为钱属因的 孩子能赚 你给孩子留的钱 这些因钱 第一就会让孩子在你死后 马上就打官司 所以我们有了禅学的智慧 就要学会把厄运转化为幸运 把绝望转化为希望 有一个秀才 他进京要去赶考 他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在墙头上种了白菜 第二个梦是在下雨天 他又带着斗笠又打着伞 第三个梦 她是跟朝思暮想的姑娘 入了洞房躺在一起 但却是背靠着背 他觉得三个梦特别的怪 他想我马上要去考状元 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三个梦 对我是好还是不好呢 秀才就请了一个素师给他解梦 这个素师说 哎呀你这个秀才马上要倒霉了 你看你这三个梦太悔气了 第一墙头上种白菜 那不叫白种吗 下雨天带着斗笠又打把伞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跟心爱的姑娘都入了洞房了 你全背靠着背 这不是好事成空 你呀不要去赶考了 赶快收拾行李跟我回家吧 接下来秀才闷闷不落 准备打起包袱回家 路上遇到了一个禅师 就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 禅师一听拍着掌哈哈大笑 他说恭喜恭喜呀 你要金榜提名了 这个秀才说 哎你老人家真会开什么玩笑 我都这么倒霉了 你还拿我说笑啊 禅师说 依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 你想想看 你在墙头上种白菜 说明你种的比别人高 那不叫高种吗 下雨天你带着斗笠又打把伞 说明你功课准备充足 加了双重保险 那叫有备无患啊 你跟心爱的姑娘都入了洞房 她基本上是飞不掉的 所以虽然你跟她背靠着背 这正好说明你这个穷秀才 好事成双梦想成真啊 你翻身的时候就快到了 这个秀才听了之后大喜呀 马上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结果真的像禅师所说的一样 高中榜员一举多魁 使秀才彻底改变命运的是什么 就是放下后的心灵解脱 人想通了 没有牵挂才能成功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想通了 孩子不是来要债 就是来讨债的 我们不生气 我们今天活着每一分钟 开开心心 痛痛快快 你就是拥有的快乐 为什么还要生气难过啊 想通的人就是解脱 这位秀才能够高中 就是因为他想明白了 他彻底的放下了 台长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什么最强 人家说 钢铁最强 对不对 但是烈火可以把它融化 什么最强 大火最强 但是水可以把它熄灭 这个世界上太阳最强 但是云照样可以把它遮住 暴风最强 但是高山可以把它挡住 高山最强 但是登山者能把它征服 死亡最强 但是修心者能够克服它 那么这个世界上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最强呢 学佛人 意志最强 因为学佛的人 我们不怕生死 凭着自己的愿力 越过困难 克服烦恼 走向未来 还有一个是最强的 就是有正见的人 最强 就是有正知正见 他知道是非善恶 懂因果报应 懂得利弊好坏 懂得正邪迷雾 所以他是最强的 因为他从来不会误录其途 还有一个最强的 就是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都能解决烦恼 懂得仁义道德 能够辨别是非 做出理性的判决 有慈悲的人最强 因为慈悲能够降补一切 慈悲能够克服邪念 慈悲能够化解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冤结呀 台长告诉大家 其实人活的一辈子 可他把人间 人的一生分为像比赛场上的上半场和下半场 现在的人生如赛场 上半场的时候 人比什么呢 是比学历 比权力 比职位 比业绩 比你的薪水 比谁都在上升 最后 比得筋疲力 尽烦恼不堪 下半身比什么 以血压 血脂 血糖 胆固醇 比谁在下降 比出个忧郁症 自闭症的不安 所以 学博人生的上半场 应该随缘努力 懂因果不贪 不比皆善果 学博人的人生的下半场 应该是 想通想明 消业障 慈悲养生 极乐上 台长说个笑话 有一个人 姓张 叫老张 他去打针 到医院去打针 这时候呢 注射室里呢 挤满了人 他刚刚到门口啊 就听到一个老护士在说 哎呀 今天 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 大家准备好 考核 老张一听吓一跳 我的妈呀 全是实习的护士啊 这不知道给他乱 乱打 不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了 哎呦 赶快躲出去 溜了一大圈 回来的时候 注射室已经没有刚才的喧哗了 只隐隐隐隐隐隐的听到 那个老护士在说 哎呀 这些孩子们 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哎呦 他一听 还好我出去溜了一圈 他笑了 走进去说 打针 老护士看见他之后 扭头 冲着后面说 哎 刚才没有及格的护士 出来补考 人间的苦和难 不是躲得过的 俗话说 躲得过出一 躲不过十五 我们人在人间 要学会吃两种东西 第一 要学会吃苦 第一要学会吃亏 学博人要懂得 吃苦就是消夜 吃尽人间天下苦 烦恼脱离 中开悟啊 太阳 这次到纽约来 也是我北美的最后一场 我特别的开心 尤其今天呢 看见大家 大家都聚在一起 所以呢 我就觉得呢 人呢 应该啊 多 多多的 学 学什么 学慈悲心 因为人的一生啊 就像一列火车一样 没有一个人 从你的起点站 陪伴你到终点站 所以 每一段 上上下下火车的人 都是你一生 陪伴的人 你要感恩 每一个能够陪伴你 走过这一生的人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真的 一生能够想通 想明白 成功 就是你们听听看 台长讲的这个 预言故事 说的 有一个狼群啊 进入了一个村庄 这个时候呢 大家奋起抵抗 很多人抵抗得筋疲力尽 但终于赶走了这些狼 正在大家庆幸的时候呢 暴雨又来了 哗哗的暴雨 队伍中呢 欺软怕失的人呢 打了退堂鼓 放弃了 他们不弄了 不干了 有一个人 他很有坚定的信心 他说 我 与其在这个 非常苦难的村庄 我还不如转移 听说翻山越岭 长途跋涉之后 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他也不知道 等到他翻山越岭 长途跋涉之后 把他碰到一个老人 他向他说明自己的来意 这位老人说 孩子啊 你已经找到平安了 这个人非常奇怪地说 老人家 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呢 这位老人说 你转身 问问你身边的人就知道 这时候 这位寻找平安的人突然发现 身后有三个人陪伴着他 这个人很高兴就问他们姓名 并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还跟着我没有放弃呢 第一个人大声地说 我叫坚强 我叫坚强 不论遇到什么困境 我总是告诫自己困难永远会过去 我现在遇到的还不算是最糟糕的 因此我总是勇敢地去面对一切困难 第二个人他平静地说 我叫坚持 是坚强的兄弟 我对自己的信念绝不放弃 所以我每时每刻都有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 这时候第三个人主动地说 我叫珍惜 我对拥有的一切十分地珍惜 并心存感激 因为我珍惜我才拥有到现在 这个人继续问道 你们说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我想问你们 你们三个人为什么一直要跟着我呢 这时候那位老人家说话 不是他们跟着你 而是你已经拥有了他们三个人 恭喜你拥有了快乐平安 这个人明白 但是他又说 我应该到哪里去 老人笑笑说 你一生只要带着他们三个人 去游历人间 让更多的人都要得到快乐和平安 懂得舍弃自私 贪欲刻苦嫉妒 你就会坚强 学会坚持 并懂得拥有珍惜的人 才能与快乐和平安相伴一生 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存在在后悔当中 有时候亲人还在的时候 我们总是没有好好的尽孝 等到自己亲人离开了 我们才觉得非常的难过 在母亲节的早上 有一位中年人到花店去给他的妈妈买花 他打算委托花店 快递寄给自己的母亲 但是随后他发现一个小女孩在花店门口在哭 这个中年人就上去问 小孩子啊 小妹妹啊 你为什么要哭啊 小女孩说 我想给我妈妈买花 但钱不够 年轻人说 小妹妹你不要哭 叔叔帮你买 这个叔叔马上帮小女孩买了花 问 你妈妈在哪里啊 我开车送你去 小妹妹说 叔叔谢谢你 小女孩就指入 中年人一直把她送到了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 中年人才发现 那是一个坟墓 原来小女孩的妈妈早就过世了 中年人把小女孩送回家之后 敢误知什么 想一想 自己妈妈还活着 为什么这么不孝顺 献一束花 一个母亲节都不知道给妈妈送去 她马上赶到花店 把花拿出来 自己亲自开车 到了车程将近三小时的母亲的家里去送花 趁老人还活着的时候 多静静笑 不要等到过世之后才来后悔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静孝道 行善静孝不能等 我们学博人 有慈悲心 把这个世界上所有比我们大的长辈都看成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长辈 把跟我们平辈的人要看成我们的兄弟姐妹 把所有的孩子要看成我们自己的孩子 这样你的慈悲心才会大发 才会广发 你才会广度有缘众生 台长在节目当中 听到听众反馈 有一个人得了一线癌 但是动手术之后 切除一线 发现癌症已经转移到肝上 而且成喷射状 非常厉害 上海最大的医院专家会人都没办法治了 医生跟他说 你回家吧 要吃什么你就吃吃吧 后来他们找了心灵法门的同修 经过放生许元念经 三个月去复查 医生都不相信他是病人 面色红润 白里透红 结果检查 一切都正常 医生都没有治啊 医生说肝脏很好 而且整个肝脏 还有发出一点光 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发起的事情 跟您分享一下 我们这边镇上有一个男的他得了一线癌 然后呢 他去上海把一线切除了 但是还已经转移到了肝上 医生说那个癌细胞就像那个喷射状的一样 喷射在那个肝脏上 就根本没办法治了 然后上海最大的医院专家会诊 也说没有办法 然后让他回去该吃吃该怎样怎样 就说他也就三个月 然后他老婆呢哭到没有眼泪 回去以后呢 他老婆找到我们一个同修 他说听说你们是念经的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你看看能让我怎么办吧 然后同修让他老公赶紧许大院念经放生 就是按照我们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三个月后他们去上海的医院复查 医院对病人说 你生病是病人吗 然后因为他根本看不出来 他脸色就是白里透红 看上去特别好 吃得特别好 检查出来 医生说就是肝脏很好 这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 就整个肝脏发出一种光 肝脏检查出来一切正常 报告出来的数据也都一切正常 因为真的 他就是出去看这个医院癌的时候 其实当地的人准备可能差不多回不来 他现在你知道每天早晨 他家里天不亮 有时候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敲门 好多人慕名而来 问他就怎么好的 然后就是好多人来拿经书 他经书都不够八 因为就是真的太让人感到 太灵眼 就是太震惊了 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受 心底里感大吃大杯的 欢迎请胡三妈妈 谢谢 从前有一个儿子走到房门外面 看见院子里坐着三位长得又长又白 胡顺的老人 胡须的老人 虽然他不认识他们 但是这个孩子非常友好的对他们说 我想也许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应该 我觉得你们很饿了 请你到我们家来吃点东西吧 那个老人们问 你们家里主人在吗 不在 儿子说不在 那个老人就回答说 那我们就不进去了 傍晚爸爸妈妈回到家里 儿子呢就将这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爸爸说 嗯 告诉他们 我们在家里 请他们三位进来吧 把他们三位请回家里吧 三位老人说 我们不能一起进房屋的 为什么 他的父亲说为什么 其中一位老人指着他们中的一位说 他的名字叫财富 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个人说 他的名字叫成功 而我的名字叫爱 接着又补充说 我现在进去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 要我们其中哪一位到你们的家里来 就你孩子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商量 到底叫我们三个人哪一位进来 儿子进去告诉爸爸说 爸爸 他们只能进来一个 爸爸非常高兴地说 那赶快去把财富跟我请进来 这样我们就有数字不尽的财富了 儿子却表示不同意说 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要请成功进来呢 因为我们成功了 什么都有了 房间内那个角落 听他们谈话的妈妈提出自己的意见说 我想我们应该先请爱进来吧 因为我们家也需要爱 这个世界也需要爱 最后爸爸和儿子同意妈妈的要求 说把爱请回来 于是儿子来到屋外就问道 请问哪位长老是爱啊 这个爱的长老就起身朝屋子走去 刚走进去不久 另外两位长者也进来 也走进来 儿子惊讶地说 你们不是说只能进一个吗 三个人不能进来的吗 我们只邀请了爱 怎么连你们一起来的呢 这个老者回答说 如果你邀请的是财富或者成功 另外两个人都不会跟进的 因为成功的人不一定有财富 富有的人也不一定会成功 而你邀请爱的话 那么无论爱走到哪里 成功和富有都会跟着他 因为爱是我们的大哥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信念 慈悲才能有爱 只要拥有慈悲的爱 你才能永远的不会让自己的烦恼和困境再存伦 拥有慈悲 你的人生就会拥有财富和成功 台长告诉大家 拨种慈悲会收获 拨种爱 爱就会不断的在你身边循环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慈悲 因为慈悲心会让别人受到感动 即使那些心灵曾经受过创伤 和所谓的坏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一块温暖的原地 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一点慈悲心 只是被五欲六成所遮住而已 所以要记住 人与人的杰出没有真正发出慈悲的爱 就不可能让别人给予你精神上的爱 台长 每当跟大家开示的时候 我总喜欢跟大家说个笑话 这笑话非常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能够笑一笑 不笑也没办法 说的听过的就当没听过 有一个女子请来一位道士 说道 大师啊 最近我们家实在是奇怪啊 你知道吗 这个女子呢 有一个胖的女子请来一个道士 她说 大师最近我们家实在奇怪 我先上楼梯 那个木头楼梯啊 哗的硬生生就碎了 后来我坐到椅子上 椅子也遮掉了 结果最恐怖的是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竟然也哗的就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呀 这个道士听吧 逃出 桃木剑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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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动一般 见指的女士说 你该减肥了 哈哈哈哈 当人碰到事情的时候 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 你看我们人在家庭当中也是的 都是怪别人不好 因为我有道理 你有道理 大家都有道理 所以才会吵架 总是不能了解别人 所以我们做人 不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 所以就不会了解别人 愿意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失败了 就是因为不了解对方 我们才活在后悔当中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学博做人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要知道妻子孩子 丈夫想什么 我们才不会争吵 人间讲理解 学博人讲悟性 记住了 拥有悟性的人 你才会一切随缘 理解别人 最终才能理解自己 你才会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们今天学博了 我们明心见性 我们再也不会为昨天去难过 想一想 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我们因为还拥有明天 从今天开始好好学博 好好做人 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慈悲的象征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感恩华君洪台长